今天是國分會連續第六年在總統府前舉辦這個活動 也是我個人第五次參加 但是今天我的心情 但是我今天的心情 跟前世紀四次完全不一樣 因為在九天前 我失去了我最愛的母親 這是我六十四年來過的第一個沒有母親的母親節 心中除了思念還有遺憾 古人說子欲養而親不戴 意思是說子女想奉養父母 可是父母已經往生了 這句話是兩千五百年前的古人說的 可是這也正是我目前心情的寫照 在我擔任公子之後 剛開始跟媽媽坐在一起 後來搬出來每個禮拜都會回家陪媽媽吃飯聊天 可是媽媽媽走了以後 我還是感到很懊悔 懊悔什麼呢 我應該騰出更多的時間來陪她 聽她說話 給她更多的讚美跟擁抱 讓她知道 讓她知道我有多麼愛她 人生 人生有兩件事情 我們不能等 一個是行孝 一個是行善 我希望全天下的子女都能夠珍惜 跟媽媽相處的時光 要及時行善 同時也要把對媽媽的愛 大聲地說出來 讓媽媽聽到 讓媽媽感覺到 像每一天都在過母親節一樣的快樂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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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九在這裡 除了向現場各位偉大的母親致敬 致上我最崇高的敬意之外 也希望也祝福全天下的媽媽 身體健康家庭美滿 母親節快樂 謝謝大家